健康同學會 同學會健康 歡迎參加五期健康同學會 安德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一個 真的非常重要的一個病 對 非常重要 但每個都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 人越來越多 而且越來越多 因為外十足的增加大腸癌 大腸癌為什麼重要 因為很多人不喜歡做侵入性的檢查 所以你到底呢 這個你知道右邊 你的大腸出問題 跟你的左邊大腸出問題 你變變看出來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不是說 我要看看病病 有沒有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這個都很重要 而且 像你摸的這一邊 通常症狀是比較沒有 對不對 不曉得我講的對不對 症狀比較沒有 等到檢查出來有的時候 他都已經比較嚴重 而且這裡很恐怖 如果大家反正過年過節 中秋節 或者什麼節都喜歡燒烤 你知道 他這裡就說 一公斤燒烤牛排等於六百隻香菸 一個烤雞腿等於八十隻香菸 你想想看 我從來沒有抽菸 我平常都不抽菸對不對 對 就偶爾這個新花怒放吃了一根雞腿 烤雞腿又香又好吃 就抽了八十根香菸 那是傷害到我們的肺 還是傷害到我們的腸子 腸子 對啊 很可怕 所以你說肺就不要抽菸 那你腸子你就不能吃太多 對 沒錯 我們今天現場來看到保健室主人 潘瑞宗潘博士 大家好 還有我們今天的貴賓 健康教育第四章的老師 王輝銘 王老師 王老師是台中榮總大腸 直腸外科的主任 那今天現場帶了很多的道具之外 對不起 我怎麼看到 燒餅油條在那個 燒餅油條在那個大腸的旁邊 還有有很多影帶 就告訴我們說 到底大腸的洗肉長什麼樣 細胞長什麼樣 還有我們五年六班的同學 王瑞玲同學 大腸有問題的 我可以來這裡問診 五年五班的劉俊耀劉同學 大家好 大家健康 好 我們先來看看同學怎麼了 我們先看到瑞玲好了 瑞玲你是說 你有大腸癌嗎 沒有啦 沒有大腸大癌 可是我說 我 你知道嗎 我常常跟大家講說 我有大腸的那個激躁症 你知道嗎 那很恐怖 就是你想上廁所的時候 上不出來 但是一緊張的時候 你知道 那腸子蠕動的 就超會特別快 然後過一段時間 又開始便秘了 然後我過一段時間 又腹瀉了 你知道嗎 我就一直這樣 每天這樣反覆 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說我的腸子 到底怎麼了 還有現在看到大腸 嘩嘩滅血 我想問他說 腸子我到底怎麼了 那你平常會不會害怕大腸癌 我當然會 因為有時候大家就說變變 有時候變細 有時候大家就會害怕 就會緊張 這是不是大腸癌的 那王主任 請問他這樣子 會有變成是 有可能會變成大腸癌的 可能的危險嗎 還是起了淹淹 應該不是啦 他那是大腸激躁症 所以他並沒有什麼相關 沒有相關 那個胖胖那個胖靜耀 他有大腸直腸癌的親屬 但是我是不是高危險群 我不知道 因為家族是不是 我年輕時候的一個玩伴 非常好的玩伴 是企業家的第二代 然後我們經常玩得很晚 到喝酒什麼刷拖這樣子喝 可是他說他會有痔瘡 會有便血 我說我也有 然後可是他很多東西 我們比到最後就一樣 他體重一直瘦下去 可是我是一直胖起來 結果後來他就去檢查 他一直以為他是痔瘡發作 我說那個正常 我們像每天這樣子喝 這樣玩 不痔瘡不出血 我看也很困難 就有一天他就去檢查 就砰 第三期 大腸癌第三期 第三期 已經到了第三期 我說他怎麼會這樣 怎麼一下子就砰 就跳第三期 然後就不知道 這待會醫生可以講 後來他又轉移到肝臟 你剛剛講的 我就心有氣切 他轉移到肝臟 那後來肝也切除了一部分 然後那個大腸癌 也是做一個切除 那後來他經過化療 一段時間 反正就後來 我們都沒有在一起玩了 這樣已經快十年了 已經快十年了 他現在還活著 他現在還活著 可是他發病的時候 還不到四十歲 非常年輕 就已經得大腸癌第三期 很多聽到親友當中的 就是說年紀大的 或者不是年紀大的 這個男性 很多就是大部分 他剛聽到就是職場 有什麼問題 所以可能是不是跟現在人的壓力 跟飲食有關 那麼我想請這個醫生 先補充一下 我們再來看我們長者的問題 剛剛講到這些 這麼多例子 那還有就是說 他已經躍升到第三名了 是為什麼這樣子 最大的問題是環境污染 環境污染 就是最近五十年 工業化 石化工業等等 我們普遍的環境 致癌物污染了我們的食物 那食物裡面最容易累積 這些環境致癌物 就是動物性飲食 但人肉類就是最多了 所以現在各種癌症 不是只有大腸癌 動物一直增加 是五十年來的環境污染 致癌物太多了 最後反應在身上 最後食物鏈的累積 食物鏈的累積 累積到動物 人把它吃回來 所以這個真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腸子 常常見的腸道疾病 我們看到便秘 腹瀉 腸胃炎 十二指腸潰瘍 大腸肌躁症 像瑞玲這樣 還有大腸息肉症 跟大腸癌 我們這兩個特別 把他用紅色的字 是因為大腸息肉 其實大家有時候 檢查會看到 那他也有一些機率 會轉成大腸癌 是不是這樣 那這個就我們 就要來仔細來看 我們先從息肉看起 大腸息肉是大腸黏膜 表面不正常 增生到大腸 這整個內腔的 龐大腫起來的東西 主要他是增生性的息肉 還有腺性 腺瘤性的息肉 他增生性的息肉 通常是很微小的黏膜 引起的 大小於零點五公分 不會造成惡性腫瘤 那比較常發生的是在直腸 或者乙狀結腸 那如果腺瘤性的息肉 有轉變成為大腸直腸癌的機會 那現在我們來看 有年紀有關 五十歲以上的民眾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有大腸吸肉 這麼多 對對對 那你這個機率是五十歲 以前的四倍 這張是吸肉 這個位置 跟這個位置 這兩個 但像我也有吸肉 就是我是大概是四十歲出頭的時候 第一次去做大腸鏡 因為當時我是覺得說 因為大腸直腸癌越來越多 那你要靠症狀來發現 其實很困難 最好要透過健康檢查 對 那所以我就當時就到台北榮民總醫院 去做了第一次的這個全大腸鏡 結果後來就發現說 它裡面有一個吸肉 零點四公分左右 零點四公分 一個一個單一一個 單一一個 那所以就是說 現在目前我們剛剛 王主任特別提到 就是一般增生性的吸肉 通常就是大概是零點五公分以下 通常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當時就發現 這個吸肉以後 我就當場就是 因為你在做內視性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 他送病理解剖室再去化驗 不過一般都是良性的 那除非是說有一種就是說 它是家族性的一個叫做 息肉症 那這個就是很多 你可以看到 這息肉好多喔 這裡面就全部都有 這很多的 這是家族性的息肉症 大腸息肉症 那這種情況就是 轉變成癌的機會就比較高 就是陷流性息肉嗎 不是不是 這就是家族性的息肉症 所以像這種的話 它轉變的機會就很高 這個大概有接近百分之一百 這有接近百分之百 那但是如果說像我們這種 平常像我這種是 真正性的息肉的話 癌變的機會很低 幾乎是零 幾乎是零 那但是你剛剛提到 王準剛剛提到一個 限流性的話 那是什麼 大概差不多有五Percent 大概是五Percent 轉成癌症的機會 那王醫師我問你 那譬如說我們做健康檢查 因為息肉平常 我們不做健康檢查 我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對 那做了健康檢查以後 是不是醫生通常都會把它割掉 對 那如果不割的話會怎麼樣 或者說我們跟息肉 要怎麼樣和平共處 不要和平共處 尤其肉就拿掉 一定要都要割掉 那個很簡單的步驟 因為你擺著 他會變 腺腫性的 會將來會變癌症 腺腫性的時間長短而已 所以通常都會順便割掉 一定 因為他那四鏡很簡單 而且他割了以後 就像老師講的 他不是只是割掉 他還要化驗 看他到底是不是有 到底是什麼東西 有什麼發展 那其實我這裡 老師我還是不懂的 就是說我們看那個圖形 能不能 這個我知道 老師說是家族性的 那這個所謂的剛剛這個增生性的 腋肉跟所謂的腺流性腋肉 肉眼看得出來嗎 這叫化驗的 是 有經驗的醫生 外觀就看出來 大小 怎麼說 那個不一樣 那個表面不一樣 有的經過你可以特殊染色 就看得出來 怎麼看 你這裡就是有一張圖 有個影帶可以告訴我們 他是什麼樣子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影帶 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們大腸的模擬圖 這是我們大腸的黏膜 那一個一個洞好像那個水井的 那個是腺體 然後這個是一個圈圈小小 都是大腸的細胞 那主要的特點就是說 我們大腸的細胞分裂很快 六天會分裂一次 所以很容易 這好像一顆一顆肉丸 對 這個 六天分裂一次 小肉丸 我們吃的大便裡面的分子 很容易影響 經由表面影響到裡面的DNA 產生病變 然後我們吃了一些致癌物 分裂了 你看馬上就分裂了 六天 六天會一次 六天分裂一次 那也就是說你現在 譬如細胞是十萬個 每六天就變成成二嗎 他會有代謝 他有的會死亡 對 那我們假如不小心 飲食吃了一些致癌物 這些微小的這種分子 它是會經由上皮增生 因子的接受 果然一結合就會產生癌病變 增生 那這個是過程 他現在已經知道 經由六個分子的傳遞 這個叫做我們分子訊號 然後醫學上曉得是一種 磷酸化的反應 那這些好像發電的 這個都是磷酸化的替代 他會傳遞六個分子 第六個分子就是所謂的Keras 然後都會帶到底下 引起細胞核的增生 一直在傳遞 那我們細胞一直增生 增到相當的程度 他營養不夠的時候 這個細胞會分泌 癌細胞分泌一種叫做 血管增生因子 刺激人體的微血管細胞增生 然後這個微血管就 微血管細胞轉成血管 就沿著訊號的來源 長血管到腫瘤進去 這個就是所謂的血管新生 血管新生是腫瘤 一個很特殊的一個變化 就是因為有血管新生 腫瘤才一發不可收拾 藉由新生血管開始轉移 那這個腫瘤有血管新生 如魚得水 一下 他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大到相當的程度 這些腫瘤細胞會沿著 新生血管轉移出去 這個就是癌症的一生就是這樣 那血管腫瘤細胞 他你看有兩顆會溜出去 跑進去血管裡面 他就跟著血液走 對 所以為什麼到肝臟是因為血液 會回流到肝臟嗎 我們血液都回流到肝臟 那大部分的癌細胞 會被我們免疫系統把它打敗 可是萬一免疫系統弱的時候 只要有一顆 一顆就好 弱晃之餘 從大腸溜溜溜 溜到那個肝臟 這中間我們免疫系統 沒有啟動把它消滅 就是所謂的肝臟轉移 大腸來大部分都這樣治病 就轉移了 不過醫師您剛剛講到就是說 他有六個分子接收 就是說吃的東西 你說什麼磷酸 那跟我們吃的東西有關嗎 不是 不是 那不是 在細胞外面是跟我們吃的東西有關 底下是我們每個細胞的那個標準的 真身的那個路徑 所以我們不要吃有致癌的物質嘛 對 吃進去了 那我們的細胞就會接受 對 對 對 其實他一個癌細胞要真的要產生 他要經過很長的一個變化 因為為什麼 因為媽媽生給我們這個細胞 他有很多防護的機制 比如說癌細胞的特性就是 他會不斷的生長 不聽從命令 那正常的細胞是會聽我們的命令 就我叫他長 他就長 我叫他停 他就停 所以你剛剛可以看到那個圖形像 他那個肉丸長出來 是在我的要求下長的 也就是說當我的大腸連膜細胞 在新陳代謝 他他舊的細胞死掉之後 他不能有缺口 新的就會長出來 那他這種代謝的這種生長 是我跟他講說叫他長 他才長的 但是癌細胞的特性是 我沒有叫他長 他就一直長 所以他才會腫一個流出來 對 對 對 那他為什麼可以這樣長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把一個抑制 他生長的一個基因拿掉了 也就是好像我們開車的一個 煞車基因拿掉了 那這個煞車基因 事實上從爸爸也來一條基因 媽媽也來一條基因 所以我們講說二十三對染色體 所以爸爸給我的這條基因 有一條煞車 媽媽給我也有一條煞車 這兩條煞車全部被摧毀以後 他才能夠不斷的生長 所以因此在剛剛講的 那個整個癌變過程當中 他不僅僅要摧毀掉 所謂的煞車的兩套基因 他同時也要摧毀掉一條 所謂的那個我們調控生長的基因 就是說油門那個基因 他要變得非常的快速 因為油門的基因本來是在我控制 我油門要採多採少是我決定的 所以他油門的這個基因 他也變得比較快速 煞車基因全部摧毀 最後他還要摧毀一條叫做自殺系統 因為我們的一個細胞 如果不聽從我們命令的時候 我們會叫他就會把它解決掉 但是這個細胞顯然他把這個 整個自殺系統也拿掉了 所以你不要以為這個癌症的細胞 形成是非常容易的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被他長出來以後呢 他開始在這個地方開始分裂 就他開始一直分裂 剛剛我們王主任講 他分裂得很快 但他早期分裂的時候呢 他還可以足以支持他的營養 但他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他發現他糧食不夠 他糧食不夠的時候 他要做大的時候 他就要偷水偷電 那他偷水偷電的情況之下 就必須要把主要血管的這個血液 要偷接過來給他 那他偷接的時候呢 這個癌細胞又很厲害 就是說呢 他偷接的時候呢 他又可以分一種 像王主任剛剛講的 就是說呢 血管的一個生長因子 這個生長因子過去呢 他就可以把血管接過來 然後讓他壯大 所以這個就是他癌細胞 非常奇妙的一些特性 所以在這任何一個過程當中 如果你能夠阻止的話 就能夠殺死這個癌細胞 比如說你可以阻止他血管的新生 也可以殺死他 或者你可以讓他去死亡 就是讓他去自殺 也可以讓他不見掉 或者你可以維持住他的煞車基因 讓他不再生長也可以殺死他 所以在很多段上面都可以阻止他 對 這樣講就很清楚了對不對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講那個 感覺癌細胞很可惡 感覺癌細胞很可惡 是啊 我覺得真的覺得他非常可惡 但是我們不要把它餵大 不是嗎 對啊 對不對 我們應該也有一些方法來做的 不過最重要的是 還是大腸直腸有沒有一些症狀 跟症狀 我們能夠預先知道的 如果不能知道 可能還是要做健康檢查 千萬不要以為說 我大便都正常沒有血啊 那個如果你是長在右邊 你就不知道 對 我們趕快回來之後為大家分析 是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剛在廣告時間的時候 我們就問一下這個醫師 就王主任 他就說無論如何 五十歲以上想辦法 一定要去照大腸直對不對 對 因為大家真的不能夠忽略這個問題 那我們來看這個數字 因為我們照的這個篩檢的比例 比國外真的低滿多的 我們先看大腸癌呢 可以說呢 已經是癌症發生人數的第一名 那麼每年新增的這個案例 超過一萬人 是國人十大死因的第三位 我們剛剛說第三位是十大死因 可是他現在已經躍居到第一名 發生率 對 發生率 可見得真的 大腸癌的前期他沒有症狀 可是你有症狀一旦發現 就是第三期或第四期 就像俊耀的那個案例 一開始完全不知道 那我剛剛為什麼特別問這個 就是說 國人對於癌症的這個篩檢 接受度不高 五十到六九歲年齡層 在過去兩年內 曾經做過篩檢的 只有一成 遠近於美國的五成 十個人才一個 對 大家可能 就不太願意做這種侵異性 可是這真的很重要 你再看看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都說 我的便便又沒有變細 我的便便又沒有血啊 正常啊 不是喔 你看 上次老師有教我們 我們大腸是這樣子過來 左邊是比較 左邊比較硬 因為他已經快結束 右邊是剛開始 所以是便便是比較稀的 那他距離肛門比較遠 所以很少用流血的症狀來表現 那右側大腸癌沒有症狀的 然後你上腹痛 你胃經 肝 膽 胆 胰 超音波 也都正常 也可能是正常 然後你只會出現貧血 疲倦 跟厭食 那晚期就是體重減輕 負脹負水 那你貧血 貧血 貧血未必會想到是大腸癌 對啊 對不對 想說可能休息一下就好啦 或是什麼的 那主任我想問他 如果說是右側大腸癌 他沒有檢測都沒辦法發現 有症狀都太晚了 等到他出現貧血什麼的 右側大腸癌有症狀都很嚴重 這樣 要夠久了 已經長得夠久了 您講的症狀是指貧倦 厭食這些嗎 是啊 是啊 這一開始是完全正常 因為流血不容易發現 又不會阻塞 因為是水大便 所以幾乎沒有症狀 所以主任說是常常上西便的人 那就要注意了 不不不 他到最後不是西便 我是說在右側大腸 右側是剛開始前端 對 剛開始前端 他的那個西便 是不是就是這樣 剛剛王主任講的那個西便 不是說他大出來的西便 是因為我們從小腸過來 這個地方大邊還是很西 這邊還是很西 所以他這個地方不會堵住 他不會有堵住的問題 所以這個沒有聽 沒有症狀 我又聽懂 對啊 不會堵住 那所以這個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去照 做大便淺血 不是每個都照 先做大便淺血 先做大便淺血 那如果有症狀 大便淺血可以測得出來 測得出來 測得出來 一點點就測得出來 他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大便淺血的意思 就是測裡面紅雪球的數目 所以他不是看顏色 因為有時候他這邊出血量不高的時候 你顏色不一定看出來會有改變 因為你大便的量大 出血量小的時候 他跟黃色一混 你可能看不出他的變化 但是如果說是用生化去檢測的話 紅雪球數一多他就知道 前血比較有意義 對 眼看沒有血 淺出來有血的才有意義 對 那這個的話就是用我們的糞便 就是去檢驗掛個號 然後他弄一下 那是很簡單嗎 右側還是有方法去知道的 要去檢測 那你可以講到左側 就是剛剛瑞玲講的 另外這邊我多講一句話 就是說是 我們曾經有遇過就是 這個貧血的症狀就是有一個人 他是四十幾歲 接近五十歲 他經常爬我們陽明大學的那個軍艦 是 他爬這個軍艦 他平常爬他都沒什麼問題 結果後來突然他覺得說 奇怪我爬這個 這麼小的這個山坡 為什麼會喘 會喘 所以他在想說 我是不是年紀大了 還是說我什麼心臟有問題 對 結果其實都不是 是貧血 因為貧血以後 他紅雪球不足 紅雪球不足 血液打上去的時候 那個氧氣不夠 所以就是會喘 結果一查是大腸癌 所以你看看 就是說這個關聯 關聯性差很遠吧 對 我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 就是因為關聯性很遠 我才告訴你 很遠耶 關聯性很遠 所以平血 其實平血的症狀 就是他會喘 然後呢 他這個感覺上氧氣不夠 但是一想到氧氣不夠 然後大家都會想到是心臟肺臟 或者是甚至紅雪球補鐵 我要研究的就是 右側大腸癌的出發症狀 往往不是長期的症狀 那就是平血的症狀 都會想到症狀 已經長得很大了耶 對啊 那我們再來看到左側 左側就比較明顯 因為他呢 這個管境比較小 因為到這裡不是就是這樣 稀稀的到這邊嘛 然後他開始要就變硬了 好 如果你這裡有出現了很多 像是有一些癌症的症狀 他變變會被壓得比較細 對不對 所以他會出現這個阻塞 就會有腹痛 大便便細 反覆腹瀉便密 或者排便習慣改變 這個都是講同一件事 主要就是說阻塞的症狀 阻塞不是完全阻塞 一阻塞叫做腹痛便密 可是我們腸子還是會放鬆 稍微放鬆 堵在上面的大便 一下子沖在直腸 又要嘴大便 就是怎麼一下子又跑廁所 原來沒有這樣 原來幾個月前沒有 最近有這樣 就是大便習慣改變 這是很典型的 左側大腸癌的症狀 因為距離肝門口很遠 也不會流血 就是大便習慣改變 假如最近一個月 兩個月有這種情形 請來看一下 可是我覺得這蠻嚴重 是因為我們像周遭的女孩子 常常都會有便秘 那我們這麼小的便秘 是不是大腸癌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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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那個症狀改變 原來沒有這種情形 現在有這種情形 在短期內一到三個月 你長期長期便秘一個 一年多兩年多 那個不是這樣 最近有改變 大便習慣改變 大便習慣改變 再來看到還有 這個直腸癌 直腸的 就是更接近了 距離肝門近 那大部分都是流血的這個表現 可能就有血便 平便 或者排便急破感 或殘便就是覺得便便不完全 所以就是看到了這樣的一個症狀 那老師你那裡有一個立體的 可以看到我們那個腸子 就是長這樣 是 這個是一個縮小圖 就是說明我們大腸有一些病變 席肉 大腸癌 腸炎 細肆炎 還有潰瘍性腸炎 還有克隆肆症 還有藍尾炎的一個縮小圖 天啊 我們腸子裡的病真的少 你剛剛說大腸癌是那個紅紅的 這個 不是 這個 這一個 這個 下面那個紅紅是席肉 這個是席肉 好像我有痔瘡你知道嗎 而且內治外治都有 可是我剛剛俊耀聽到俊耀在講說 他朋友有痔瘡 流血流成那樣子 然後可是我不曉得 我要問主任的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去買 我也怕擔心自己是大腸癌的 或是有席肉在裡面 所以我就會去買那個痔瘡藥來擦 你知道嗎 他擦了之後 他就不流血了 是不是就代表 其實我沒有那種癌症的那種 那種因子 最好不要這樣 你有任何流血的症狀 最好找專家看一下 那他還是會只知道說 你有痔瘡 然後他就用手指頭 把你痔瘡的那個快樂位置移一下 因為他覺得說不要切 他稍微移一下位置 讓你不要堵到就是上廁所的地方 對 因為他覺得沒有必要開刀 我要強調的是 因為痔瘡的這個出血的情況 跟我們在後段的大腸直腸癌很像 就是在直腸肛門很像 所以我們才強調說 剛剛王主任一直強調說 如果你覺得這個出血 是痔瘡出血的話 不要自己判斷是痔瘡出血 麻煩去看我們的這個大腸直腸外科 像王主任這種醫生 然後他來告訴你 是不是痔瘡還是大腸癌 由他來決定 然後他告訴你了以後呢 比如說他現在告訴你是痔瘡對不對 好 那你回去要好好的把痔瘡調理好 對 那但是呢 你還是要每半年再回去給他看 因為有的時候 人就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今天斷定了是痔瘡 他就永遠都覺得是痔瘡 對... 然後他就永遠都不認為 他說我這個醫生看過的 看過了 我在兩年前他都看過是痔瘡 我永遠都是痔瘡 所以他永遠都是痔瘡 三年後他不是痔瘡了 對... 或者他混合的 沒有人規定說 有了痔瘡就不能大腸直腸癌 沒有人規定這樣 對... 所以每半年還是要回去 給王主任看過以後 確定是這樣 但是照道理來講 你的痔瘡如果好好的調理的話 不應該再這麼嚴重 所以應該要自己 也要改變一些生活習慣 其實補充老師講的這個 就是說你看 你看大便的血色 可以判斷是痔瘡還是大腸癌嗎 可能一般觀眾會想 你看喔 痔瘡出血的顏色比較鮮紅 他是因為排便的時候 你用力嘛 所以擠壓出靜脈出血 對... 大腸癌出血顏色比較暗紅 如果你真的要分的話 他是癌細胞侵襲 破壞正常組織造成 那他血液已經留在腸子裡面 一段時間才排出來 他不是那麼的鮮紅 那如果說你的腫瘤 位置靠近肛門 他也會排出鮮紅的血色 所以也不一定 所以你也不能說 這個就像潘老師講 有沒有說這個血色紅的沒關係 也不是 他還要看看有沒有 合併其他症狀 像腹痛腹瘦 大便形狀改變 變細變小 或不成形或平群 我們現在是怕的 事實上就是說 如果完全不懂的人 他看到血就說 他很緊張 就跑去醫院了 這也OK 或者是像王主任 非常懂的人 那他如果真的能斷 那也沒關係 我就怕那個半懂不懂 瑞琳這種 就怕那個半懂不懂 為什麼呢 他就講出一大堆說什麼 暗紅 鮮紅 講出一大堆有的沒有 那他後面沒有如果 那結果就出事了 所以最怕那個半瓶水 響叮噹的 沒錯 沒錯 真的不要半瓶水 響叮噹 所以你看大腸癌 大腸癌如果妳講到 乾門口氣 大腸癌也是鮮紅的 對啊 而且很多人都這樣 每次都像我先生也是 跟他講說 什麼什麼要去檢查 他說我沒問題 我說你什麼 然後他還講出一堆 沒有變細 他還講過一堆道理 我最怕這個 很多人都說 三年前的檢查 他就說大便沒有變細 對不對 對 我們這邊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回來之後再告訴大家 其實病從口入 對不對 有時候大腸癌 現在這麼多 都跟吃的有關 從環境 小魚吃大魚 大魚吃 大魚吃更大的魚 然後我們就吃大魚 對不對 等等等等 很多食物會吃進去 怎麼樣避免 讓我們的大腸受傷害 所以我們要來認識一下 食物以及燒烤 燒烤到底壞處在哪裡 好處在哪裡 等一下告訴大家 是的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這一切問題都是這個 真的我們中國人常講 病從口入對不對 對 都跟吃有關 剛剛主任就是告訴我們 廣告時間 我說那你都不吃燒烤嗎 他說二十年 二十年沒吃 是不是你看到太多病歷 你覺得 所以你就覺得說真的是 嗯 你看 那會不會偶爾還會想吃啊 比如說你看 你看這麼多 鮮紅玉蒂這麼好吃 一點都不會 真的啊 一點都不會 竹秋節怎麼過的 一家烤肉萬家鄉的時候 你怎麼忍得吃 烤別的啊 烤玉米啊 可以烤別的 不要烤肉就對了 是這樣子嗎 裡面的成分不一樣 烤下去 烤肉就對了 就不要烤肉烤別的 肉裡面有兩個胺基酸 一個叫做左旋本餅胺酸 一個是肌肉的肌胺酸 這兩個胺基酸 一加熱是致癌物 可以再講一遍嗎 我想繼續來 紅肉裡面有兩個胺基酸 紅肉 紅肉 尤其是紅肉 左旋本餅胺酸 左旋本餅胺酸 一個是肌胺酸 英文是 一個是 這兩個加熱就會變致癌物 叫做益環胺 益環胺 我那個 我那個企業家 那個朋友 我現在回想起來 他一次吃牛排 我們去吃牛排 他一次可以吃12盎司 而且要見血的那種 吃完之後 他旁邊那個side dish 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蔬菜有沒有 那個什麼豌豆 蘿蔔 他從來不吃的 他絕對是 他的名言 我想起來 他說我是狼 不是癢 他說他只吃肉 完全只吃肉 然後蔬果 從來不吃 就是我那個 那個年輕的玩伴 如果是要當狼的 這些男士們 以後的腸子 就要綁起來 那就恭喜他了 得到大腸癌 他說我吃東西也像狼 我上酒店也是狼 你知道嗎 上了手術房 就 原來是一個狼 就變有沒有 只是得了大腸癌的狼 沒有 上了手術房出來 就變致癌 所以他講的紅肉 所以說 跟醫生講的紅肉 而且要烤 不能烤的 專門就愛吃牛肉 不要烤 所以我們烤烤蔬菜 什麼四季豆 還是可以的 對 主要你看 老師那邊有一個手板 就是有我們剛剛講的 抑環胺 來看看 肉類燒烤 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抑環胺 所以你看相當一公斤的燒烤 等於六百隻香菸的致癌物 對 我們看到那個最高的肌肉 最高那個是什麼 是肌肉 烤雞 烤雞 對 還有第二高 你看 牛排也很高 接觸這麼多致癌物 那這些致癌物跑到大腸 會不會刺激那個細胞突變 這個就機率的問題 你假如吃一些素果 趕快排掉 概率就少 假如像剛剛那個都不吃蔬菜水果的 堆在裡面 那個接觸的頻率就高 除了主任講的這個 還有你看喔 高脂肪 高膽固醇 還有醃的 也不好 那剛剛就講炭烤 炭烤的嗎 還有油炸的 油炸的也會喔 為什麼油炸的也會 他那個油炸 有兩個案例 讓我覺得很可怕 是說有一個大學生女生 二十一歲才剛考上台中的大學 然後他特別喜歡去逢甲 吃他那個大的炸雞排 不是也不特別喜歡 他們家裡其實也是經濟上有點困難 他覺得說我一餐四十五塊錢 我就可以解決了 你知道嗎 大雞排又大又香 可是他長期吃了一年下來之後 他得大腸癌 當這個肉類 這種蛋白質類的東西 他在比較高的溫度 因為你在燒烤的時候 他是有的時候 在表面的溫度非常的高 他裡面其實溫度沒那麼高 所以你會看到 外頭都有一些燒焦的情況 那因為在溫度非常高的情況之下 就會促進一些化學反應 所以他必須在這麼高溫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產生所謂的益環胺 但是油炸 因為你水煮最多只有一百度 但是油炸就可以超過一百三十 或一百四一百五 甚至更高到兩百度 所以他在溫度非常高的時候的瞬間 就可以造成化學反應的變化 而產生所謂的益環胺 而這個就直接回答你 為什麼油炸跟燒烤可以造成 因為他的溫度可以飆高 但是你如果用針跟煮溫度 到不了那麼高 這第一個我回答你 我先回答你 第二個是肉類在高溫燒烤 或者油炸下 可以產生這個致癌物 這早就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現在要拋出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議題 就是這幾年 在世界衛生組織發現 澱粉類的物質 在高溫的情況下 也可以產生致癌物 而他產生的致癌物不一樣 剛剛你看到的肉類在高溫下 產生叫益環胺 是致癌物對不對 對 澱粉類在高溫下 是產生叫丙溪溪胺 丙溪溪胺 對 那麼這個丙溪溪胺 在我們在檢測上面發現 就是說 像這個炸薯片 或者炸薯條 因為薯片是玉鼠鼠 那個什麼 那個馬鈴鼠 它是澱粉對不對 澱粉在高溫油炸之下 也產生了致癌物 只不過說他這個 產生這個致癌物的量 有沒有像一環胺這麼多 現在目前還在嚴密監控當中 而且我們也發現說 抽策不同廠家所產生出來的 那種potato chips 就是整桶的那 它的量都不一樣 對 量都不一樣 所以現在目前世界衛生署 要求食品加工廠 必須降低丙溪溪胺 產生量到一定限度以內 所以這也是 所以我們特別強調說 你不要以為說燒烤肉會產生這個 沒關係 我改成馬鈴薯來燒烤 我告訴你 一樣 一樣 那青菜不會啦 烤青椒了啦 只剩烤青椒了 所以不是 所以重點我現在得到一個大結論 就是說溫度才是關鍵 所以任何的食物 不同意它超過一百二十度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強調說 你煮菜的時候不能高溫煮 這個要特別注意 不能高溫 對 那你知道我們常常 常那個炸雞排的時候 外面也是裹那個澱粉跟麵粉 那兩個高溫下去 不是一樣都一樣 大腸為什麼跟燒餅要放在一塊 就告訴你 那他老師剛剛就講了 這澱粉 它是澱粉去做的對不對 麵粉去做的 然後高溫油炸一下 其實也有在臨床上 有就是說吃燒餅油炸 有一個老人家很愛吃燒餅油炸 然後後來日積月累 他也是有大腸癌的這個可能 我想問主任 有時候烤肉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騙自己 就把燒焦的部分把它弄掉 所以說不要吃燒焦的部分 這樣也會自然嗎 還是會好一點 不能夠全部去除 不能夠全部去除 去掉燒焦的比較好 是比較好 那我們再來看 我們比如說 你說我們烤這個香腸 有時候香腸很容易一下 它表面就焦了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弄掉 都不行嗎 就像有人烤雞 那一層皮不要吃 皮拔掉 對啦 會燒好一點 燒好一點 好一點啦 就是說你本來吃一百克的自然 我現在吃兩克三克 對啦 就是這樣而已 沒辦法 那我們看到剛剛有講到 這個檢測方式 一個糞便淺血篩檢講了 還有直腸的直疹 就是手進去 還有就乙狀結腸纖維鏡 還有大腸鏡 還有大腸雙向背劑射影檢查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簡單 從肛門灌那個背劑 灌進去順便打空氣 雙向就是double contrast的 這樣就可以看出整個大腸的形狀 黏膜的表現 不過這不是很準 80%的準確 那最準的是哪一個 大腸鏡 還是大腸鏡 那我們來看到 如果我們來治療 這等一下就會有引帶 一般來講治療的話 你是早期的時候是手術移除 然後或者化療 或放射線 或者是標靶藥物治療 標靶藥物治療 要不要請主任為我們說明 他說可以用 透過表皮生長抑制劑 來治療縮小他的腫瘤 然後再把它切掉 這個是什麼個例子 這個就是最近幾年的進步 就是所謂的 一個新科技 新科技 我們曉得剛剛有看到 我們那個腫瘤的增生 需要上皮增生因子接受體 那就是作用這個接受體以下 一連串的生長的訊號 那我們就從中間把它 表面把它塞住 讓它這個增生的訊號把它抑制 使腫瘤萎縮 這個就是標靶治療 所以一定要有靶子 那現在已經知道 又知道裡面有一個關鍵成分 叫做Keras這個生物標記 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野生型 一種是突變的 突變的這一種 你雖然抑制上面的那個接受體 底下還是自己會啟動 所以沒有效的 所以我們現在一定要 使用這種標靶治療之前 一定要檢驗這個Keras的生物標記 假如是野生型的 才能用這種 Orbitax的這種這種標靶治療 大意是這樣 剛剛有講過一個癌細胞病變的時候 它必須油門踩得比別人足 然後煞車都沒有掉 而我現在舉這個例子 就舉一個叫做油門什麼叫做足夠 就是它接受生長的訊號 比起正常細胞來講多了好幾倍 所以本來我們人類就會要求 這些大腸的表皮細胞要能夠生長 所以我們本來就分泌這些東西 而我們本來分泌這些東西的那個濃度 剛剛好可以告訴這些大腸細胞 正常的生長 因為它只有三個接受器 但是這個癌細胞 它卻有八十個接受器 這還得了 你只要分泌一點點 它就長一堆 這時候我們怎麼辦呢 如果你能夠發展一個東西就是說 把這個接受器把它封住 通通把它封住的時候 它就收不到生長訊號 它就不生長 不生長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攻擊它 很快就把它幹掉了 因為什麼 它部隊不會增加 就是有那麼多 一下就把它都幹光了 所以因此 我們就把它這個東西的接受器 通通把它封住 這就贏了 所以那就叫做人類上皮細胞 生長因子的抑制劑 把它全部抑制掉 這就叫做標靶治療 那但是這樣抑制掉以後 它下面不會生長 這癌細胞不生長 就被你幹掉 但是剛剛王準有特別講到說 有一種類型的癌細胞 它很賊 賊到什麼程度呢 你就算這邊把它封掉以後 它下面可以啟動 那如果下面可以啟動 我封你上面就沒用了 那那個就沒救了嗎 那有別的藥 還有別的藥 那你那個是 就是說那個更複雜 那個手板是講什麼 就是說我們 有關於最近我們台中農種 治療肝轉移的一個成績 因為大腸癌 有多少比例會轉移到肝 剛剛我們講 他是癌細胞學的水管 在我們醫院 大概三十二百分 三成二會肝 三成耶 這也很多耶 就是後來會肝轉移 那肝轉移 我們大部分都不能切肝 那我們經由一些化療 標靶治療 想辦法把它轉成可以切肝 目前大概成功率大概兩成 兩成可以轉成切肝 那經由再把肝轉移切肝 的病人有四成可以活過五年這樣 這是一個突破 他不能切肝 他就是萬一就那樣就 就比較麻煩 比較麻煩 好 我們這邊要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回來之後 還是跟吃的有關對不對 對對對 那究竟要怎麼樣預防 可能會比較重要 對 大家看怎麼樣預防 好 往來之後再討論 是的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我們在告訴大家怎麼吃之前 剛剛我們就做了一下筆記 我覺得其實還蠻沉重的 就是說為什麼你大腸癌 一旦你是感染了大腸癌之後 他當然是百分之三十左右 他有機會會轉移到肝 可是你一旦轉移到肝的時候 就沒那麼簡單 你轉移到肝以後 你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現在在努力 可以有機會可以切肝 百分之二十的人切肝以後 還有百分之四十的人 可以活五年 對啊 五年都是百分比 他就說如果 不是 不是這樣講 不是這樣講 因為那個 我們王主任剛剛講說 五年存活率達到百分之四十 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癌症的規定就是 五年內如果存活的話 就表示這個癌症已經完全治好了 所以他可以一直活到很久 就已經都會好 一直活五年 對對對 那因為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任何一個癌症 如果造成器官的遠端轉移 就是等於說你大腸轉移到肝臟 這種都叫做第四期的癌症 也就是末期癌症 那早期對於末期癌症來講 我們比較都能 都是束手無策的 但是在王主任的這個努力之下 因為他這個數據 是非常漂亮的 我昨天晚上看了很久 我覺得我對他很欽佩就是說 他可以在一個遠端轉移的病人身上 再去救他 一般原來遠端轉移的病人 是幾乎完全無用了 無效了 但他還是很努力的在治療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這個數據 非常的漂亮 就是說他為了要使他的這個肝腫瘤先縮小 所以他會透過一個單純性的化療 或者是化療加上一個抗血管新生的一個藥物 因為剛剛我講過就是說他的這個接受體 如果被你封住 那他下頭不弄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這個化療 這個標靶藥物的話 就叫做耳壁得酥 耳壁得酥這個化療物就是把這個 這個所謂這個生長因子的接受體把它封住 所以如果你封得住 他沒有任何病變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標靶藥物 但是如果他已經所謂的變種了 他從下面就可以生長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所謂的抗血管新生的標靶藥物 所以因此就是使用化療藥物 加上一個這個所謂的生長接受體的抑制劑的標靶藥物 或者是用化療物使用一個血管新生的一個 一個標靶藥物 或者單獨用一個化療物 他就可以把這個腫瘤縮小 縮小之後他就可以做切除的動作 你可以看到有在任何一組下面 他都可以將肝腫瘤切除 而切除二有很多的人 因此而可以長期活下去 所以他又救了一堆人回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化時代的進步 所以就是說你不要以為說 這個轉移了之後就沒有希望 很多人都覺得轉移 不是這樣子 現在是轉移之後 還能救這麼多人回來 而且透過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做法 可以救很多人回來 真的好不好 我想這個觀念才是我們要強調 不是說他是無妄 他是很有希望的 對 因為我剛剛看完說一得到腸 既然很有希望的話 我們來看看手術的演技 對 那個手術就很不簡單 來為我們說明一下 這是一個早期小小的席肉腫瘤 那我們經由內飾鏡黏膜切除素 現在黏膜下打死你食鹽水 為什麼要打死你食鹽水 因為你這樣燒的話才燒得下來 我們經由內飾鏡把那個 你看看那個鼓起來有沒有 那個腫瘤浮起來 然後再用那個電燒把它圈住 這樣燒的話就不會燒破腸子 你看這樣套起來 電燒一炒 就把那個早期的席肉腫瘤 這樣就可以切下來 這個手術叫做內飾鏡黏膜切除素 早期腫瘤這樣就可以了 切下來它不會再縫嗎 不用縫 這個分裂很快 幾天就合起來了 自己就合起來了 這麼大一顆這個嗎 其實不大 其實不大 這個叫做黏膜切除素 早期腫瘤 所以勸大家早一點來找治療 都不用開刀 所以內飾鏡坐的時候 就是等於那個大腸鏡坐進去 直接就切了 那即使是嚴重的 我們現在都可以用內飾 用護腔鏡開 就是用護腔鏡 那這個是什麼 護腔鏡的手術 傷口非常的小 恢復非常快 大概平均五到七天一定可以出院 很快 很快 不太痛的 這個也是在切除 這個是在護腔鏡在做的 護腔鏡手術 護腔鏡就是你打幾個洞 打六個洞 還四個洞 現在洞越來越少了 越來越少 現在都流行一個洞的 一個洞 這都是大腸癌是不是 對 單孔的 現在流行一個洞的 以後可能沒有洞 還有沒洞 從肛門 從自然孔盪 從嘴巴 下一個十年可能辦得到 有可能 算了還是開個洞好了 從嘴巴進去好遠 還是我們吃健康 將來假如醫學進步 早期的腫瘤 可以做沒有洞的 所以提醒大家還要 還要去這個多多檢查 不過在檢查之外 我們真的要回到 那您是專家 告訴我們怎麼吃 比較不會得到這個大腸癌 少吃紅肉 多吃蔬果 一天要五種蔬果 然後一定要吃紅肉的話 盡量不要燒烤油炸 用水煮的燉就好了 大概絕對都是病充口入 很多疾病不是只有大腸癌 乳癌也是 都是這樣的飲食 食物鏈的濃縮作用 會累積很多致癌物 尤其是當下現在 環境污染這麼嚴重 所以要自求多福 要自己控制 我覺得老師講的 控制口 老師講的很專業 就這樣 你看 可是講的都很對 哪些食物可以降低 大腸直腸癌的罹患機率 β胡蘿蔔素 胡蘿蔔 南瓜 紅心地瓜 木瓜 芒果 都不錯吃 維生素E 像古類植物油 堅果 小麥培亞 蛋黃 維生素C 這個大家就常吃了 奇異果 甜椒檸檬 橘子 芭樂 草莓 C 肉類 魚類 海鮮類 牛奶 全製的這個 全麥的製品 還有堅果類這些食物 可是這個肉類 就不是紅肉了 紅肉盡量減少 對啊 他說可以降低 他又寫 那鈣質就是牛奶跟奶製品 小魚乾這些 維生素D這樣子 只是說同一個東西 他可以有兩種東西 就是說一般紅肉類裡面 是含C是略高一點 但是確實紅肉類 但是老師剛剛講 如果紅肉類我們拿來用燉的 對啊 要燒烤 就不要燒烤 那李太太有什麼 對 李太太有特製的東西 我們先來看一下同學小報告 好 今天要告訴我們吃什麼呢 對 其實我們在北方人前 前陣子有在講 說有個人在講說 小米粥 為什麼小米粥 小米粥只有小米 就是沒有其他東西 其實正常來講 我們北方人常吃小米粥來預防 老人家來預防一些 他補充一些纖維的東西 小米粥內容有什麼 小米還有碎玉米 然後還有燕麥你知道嗎 然後放一點點糯米 然後煮成粥 其實他們老人家來這樣調養 其實那些 有些纖維質 那如果說現在有些速成的人 你真的找不到些 我們剛剛看那些表格 一些五穀雜糧 現在有很多現成這種東西 你微波一下90秒 其他就很好的五穀雜糧飯 你也可以讓你增加一些腸子的纖維 你那個狼 你就讓他多吃點這種東西就好了 不要再吃小狼 就是狼 他就說我只吃紅肉 沒有 他吃 老人家有一句話 就吃魚吃吧 也要配菜就是這樣子 所以讓你的腸子稍微平衡一點 所以我現在有自己的養生方法 也是用這種方法來 讓自己的腸子蠕動啊 什麼都會比較好 不過今天上完節目 其實我最大的一種心思是什麼 既然這個醫療治療不是無望 那吃燒烤就有望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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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今天有聽到 最重要的一句話是 這個大腸直喊的醫生 二十年不吃燒烤 對 那你就知道他 知道這個嚴重性 對不對 我今天最大的收穫 是烤雞原來那麼恐怖 烤雞原來有八十根相依 因為我最喜歡吃烤雞屁股 那應該是最 你要拿掉的 最嚴重的對不對 一樣的啊 一樣的 接下來我們大概改想完 如果你家裡面的經濟許可的話 那我建議你四十歲以上 一定要先做一次 無痛的全大腸直 那如果沒有任何的病變的話 你可以每五年再做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說你有發現有息肉的話 那立刻拿掉之後 要再追蹤個一兩年 完了再維護每五年一次 那如果說是經濟病不是很許可的話 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衛生署有提供免費的 每年的糞便潛血的檢驗 那如果說糞便有發現潛血之後 再接著做大腸直的時候 健保就給付了 所以也不用擔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善用這些 所謂的這個衛生署的美液 能夠多去做潛血反應 那我們一般的公司行號的健康檢查 是不是最好也要多一個這個項目 一直都有 分辨潛血一定都會有 但是因為全大腸直 做一次比較貴 所以通常不會含在裡面 通常要自費 那我們也是隔個幾年 大概也要去做一下 五年要做一次 因為老師潛血反應 可以知道你有沒有大腸癌 但是沒有辦法知道 你有沒有息肉對不對 不知道 就知道了 對 所以還是很多檢查 大腸進去的話會比較保險一點 就是看個清楚對不對 眼見為憑 然後我們自然安心不是嗎 對 那潘老師在吃的部分呢就是說 吃的部分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像燒烤油炸的 一定要盡量少吃 並不一定說只是肉 包括澱粉類的像炸薯條 像那個Potato chips 那都要少吃 對 然後另外就是蔬菜水果多吃一點 讓它能夠 因為保護機制存在的時候 就算你偶爾灘死一下 還可以保護一下 對... 那如果你保護機制全部沒有 偶爾灘死一下就出事了 我們今天這盤燒烤 可能就沒有人發言問題 我頓時覺得還滿討厭的